好,各位同事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上节课的最后 我给大家一个建议 就是建议大家 不要在一个模块里面 去定义这样的一个类 然后又去实力化和调用这样的一个类 那么我的建议是 你的一个模块 你要么就去定义类 要么就是去执行这样的一些 类相关的实力化和调用 好,那么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 如何在另外的一个模块里面 来使用我们的student这个类 好,我们在这里建议一个c2.p 我们通过我们的from这样的一个ce 然后input student这样的一个类 好,然后实力化这个类 student等于student 好,然后再调用student的类 这样identfile OK,这样就完成了 我们的从另外一个模块里面 引用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简单的预计一下 asic2.p1 好,没有问题 打击出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好,那么我说了 这个只是一个建议 那么它就真的只是一个建议 如果你一定要在一个模块里面 继续定义一些类 然后同时又在这里写很多的 这样的一个关于类相关操作和调用的逻辑 逻辑代码可不可以 语法上面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样的做法会让你的代码结构变得非常松散 好,那么这几颗剩下的时间 我们简单的谈一下这样的一个方法和函数的区别 好,那么我们首先要给出一个我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方法和函数 在现在来讲的话 没有一个什么绝对的区别 也没有人说 你一定要在什么地方 把这个东西称作方法 在另外一个地方把它称作一个函数 很多时候我们是在模糊 这样一个方法和函数的概念 好,那么如果你一定要 纠结这样一个方法和函数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认为这个也值得和大家来聊一下 好,那么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面 我们非常习惯于在这样的一些C和C++里面 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把这个概念称作函数 但是在Java和C++里面 我们更多的比较习惯于 把这个称作为方法 好,那么我首先给出我的一个看法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方法它是这样的一个 设计层面方面的一个称为 好,那么要理解这样一句话 可能对大家的要求是有点高的 你不仅仅要熟悉Python的一门语言 你可能对其他的语言 也应该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理解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么我们简单点解释一下 方法更多层面上面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面向对象里面的一个概念 而我们面向对象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面向对象更加关注的是一个设计 设计你代码的结构 设计你的封装 而函数它更多的是一种过程式的 面向过程里面的一个概念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设计层面的 这样的一个意义在这个里面 好,那么我们更加直白一点来说 我的一个建议是对于类 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我们所定义的函数 应该成做是方法 因为我们说了类是面向对象的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那么它更加关注的是设计层面的 所以说我建议成做是方法 而如果说我们只是把这样的一个函数 定义在这样的一个模块里面的话 那么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成做方法 还是成做函数比较合适 好,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说一下在类下面定义的这样的一个变量 同样类似于方法和函数的区别 那么变量它在类里面也有一个区别 这个区别在什么地方 如果说这样的一些变量 我们是定义在文化里面的话 我们可以称之为变量 但是如果说这样一些变量出现的是在我们的这个类下面 其实我们更多的时候 在台词里面会把这个东西称作是这样的一个数据成员 同样数据成员这样的一个词汇更多的在于体现类的这样的一个封装性 每一个变量都被类似作是一个数据 这样一个数据用来描述这个类的特征 好,那么这个是它本身应该有的一个理解 然后下面还是我的一个建议 没有必要特别强调和区分方法和函数 或者是说变量和数据成员 特别是对于我们的初学者来说的话 更加没有必要纠结于这样的一个称谓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就给大家浅谈你想象一个方法和函数 因为这个问题也有很多同学曾经问到我 那么这里我们就简单的做一个解释 好,各位们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几个再见